美军六代机真的很难追赶 俄军事专家揭露其一项最大缺陷 甚至不能与苏35相比 尽请关注 此前 在9月15号召开的美国空军协会 虚拟航空航天与网络会议上 负责采购技术和后勤工作的 美国空军助理部长威尔·罗伯博士 语出惊人 称美国空军下一代空中优势项目 也就是美军六代机项目 已经成功试飞一架全尺寸验诊机 据悉 这事成为继联合攻击战斗机计划之后 20年来美国空军首架试飞的 验证性战斗机原型 由于其特殊的空气动力学形状 美军第六代战斗机项目 及超音速 集成激光武器 和极其先进的传感器与一体 而这将是美军第六代战斗机 以超高的隐身性领先世界 特别是配备了允许无人驾驶操作的人工智能 众所周知 当今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 能够制造第五代战斗机 即中美俄 即便五代机都还没有普及 美国这边最近就已经对外宣称 其六代机的全尺寸原型机 已经下线并进行首飞 其研发效率和速度之快 不得不说着实令人惊叹 以F-117夜鹰 S-272黑鸟和B-2幽灵为例 美军研发新武器向来布局一格 也敢于打破常规 造出了不少黑科技产品 所以能设计出这样的六代机 也并非不可想象 毕竟人家的军工底子摆在那儿 另一些人则表示 我们的五代机还在提高量产效率的时候 怎么美国的六代机已经成功首飞 难道美军真的难追赶吗 不过近日美军第六代战机 验证机首飞的消息 同样传到了老对手俄罗斯那边 但似乎俄罗斯人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 日前通过越南科技联合会网站披露 一部分俄罗斯军事专家的观点 很是让人吃惊 俄罗斯军事专家认为 美国第六代战的机最近搞了是非 不过缺点还是很多 甚至不能与自家苏35相比 为何俄罗斯专家们会抛出如此观点呢 会不会是酸普道心理有刻意贬低之嫌呢 这个还真不是 近日俄军事专家就最新揭露了 美军六代机的一项最大缺陷 特别是俄罗斯军事专家注意到一个细节 即美国第六代战机的机尾无法使用的事实 这意味着上述战机的机动性明显下降 美国空军即将服役的第六代战斗机的机动性问题 在于缺少现代化的发动机进行推力适量控制 如果没有后机翼 未来的美国战斗机将完全无用 因为在近战情况下 它根本无法躲避敌人的进攻 应该要补充到的是 美国第六代战斗机的详细原型 可能最早还要在明年发布 所以目前尚不清楚这架战斗机的真实机动性